那接下来呢 咱们给大家讲一下结构体变量的定义 处置化就是给结构体变量复处值嘛 以及结构体变量的使用 那咱们看一下 结构体变量的定义和处置化啊 结构体变量 是不是它也是个变量啊 这个变量是若干个数据的集合嘛 是不是啊 咱们刚才讲了 咱们什么呀 同学们 咱们去 去那一个啥的时候 定义结构体类型之后 咱们去定义Lucy的时候 Lucy是不是由 Never Name Sex构成的呀 Lucy是不是这样 咱们说你暂且可以认为 Lucy是所有成员之好啊 是不是啊 好 然后呢 注意 注意哈 在定义结构体变量之前 首先咱们是不是得有结构体类型啊 你得先有类型 是不是再去用类型去定义变量 就像你先有RNT 是不是再去用RNT去定义变量 哪边呀 RNT是系统 给它定义好的嘛 是不是同学们 关键字啊 那结构体类型 那结构体类型 是构造类型的 就需要咱们自己去定义这种类型了 是不是啊 同学们 先定义结构体类型 再定义变量 再定义结构体变量的时候 咱们可以顺便给结构体变量复出值 咱们称之为什么呀 结构体的处理化 变量的处理化 明白没啊 然后结构体变量处理化的时候 各个成员必须按顺序 给它处理化 明白 好 咱们看个例子吧 同学们 那我在程序当中定义了一个结构体类型 注意这是个程序片段啊 不是一个完整程序 然后我定义一个结构体类型 Scrack的STO类型的 是不是同学们 然后成员列表 然后呢 Straack的STO 是不是定义了个变量Bob啊 Bob啊 然后又定义一个Lucy Bob是不是没有复出值啊 这个变量 然后定义Lucy的时候 是不是处理化了呀 处理化的时候 大家注意 用一对大括号扩起来 明白没啊 给结构体变量复出值的时候 处理化的时候 用一对大括号扩起来 后边是粉考 成员按顺序出值话 是不是 NoburnameSex啊 成员和成员之间 以什么分割啊 以斗号分割 最后一个成员 后边不需要斗号 明白没有啊 不要加斗号 你看10106CF 是不是按NoburnameSex的类型 按顺序出值话的呀 是不是啊同学们 哎 这是定义结构体变量的时候 出值话 注意要有一对大括号 是不是啊 扩起来 各成员顺序出值话 以斗号分割 最后边没有斗号 是不是啊 了解一下啊 那 接下来咱们会去定义结构体变量了 会定义结构体类型了 也会定义结构体变量了 也会给结构体变量出值话了 复出值了 是不是 接下来就去用了呀 是不是同学们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结构体变量的什么呀 使用 是不是啊 结构体变量的使用 定义了结构体变量之后啊 咱们去要用这个变量 那怎么用呢 哎 用的时候 注意 结构体变量成员的引用方法是什么呀 结构体变量名 加点 加什么呀 成员名 好了 大家看看例子啊 这是一个结构体类型 就不详细介绍 定义了一个Bob 是不是结构体变量呀 我想用 我想给Bob的Number复制的话 或者我想打印一下Bob的Number的话 怎么打印 怎么去用啊 怎么去复制啊 你看Bob这个结构体变量 点 Number等于101 注意 相当于Bob的Number等于101呀 明白没有啊 你要说 他的成员引用方法是什么呀 结构体变量 加点 加什么呀 加成员 明白了没有啊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啊 大家看 Bob是不是一个结构体变量 结构体类型的变量呀 是不是小同学们啊 而Bob的Number是个什么类型的 这个表达式是个什么类型的呀 Bob的Number是不是 那个变量是不是得是整形的呀 你不是整形的 你也不能用101去的复制呀 明白吧 虽然Bob是一个结构体 类型的变量 是个构造类型的 但是Bob的Number是个什么类型的呀 整形的 整个表达式是不是 这个类型的变量呀 好 注意 Bob是一个结构体变量 但是Bob的Number呢 就是一个字符数组的名字 明白没有啊 是字符数组的首地址 是个常量吧 是不是小同学们啊 所以说 Bob点内幕等于什么呀 双眼号Bob是不可行的 为什么呀 因为Bob的内幕是个什么呀 是个字符数组的名字呀 它是个常量 不能用等号去给常量复制 我就想把双眼号Bob这个字符串 放在这个Bob Bob的这个结构体的这个 内幕这个成员当中怎么办呀 是不是咱们得用死筷拷贝 什么叫这个字符串 拷贝到这个数组当中呀 好 这一点需要注意啊 好 那Bob是个结构体变量 但是Bob点Sex呢 是个差型的变量 明白没有啊 这一点需要注意啊 好 咱们看一下例6 咱们去敲一下这个代码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哈 这个程序当中 大家才都看 定义了一个结构体类型 有Naba,Name,Score和Address吧 Address是个什么呀 同学们 是不是指人呀 这个成员几个字符 四个字符嘛 Naba四个字符 Name二十个字符 Score四个字符 Addr是不是四个字符 然后 他在程序当中定义了一个 Score的STU Bob 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变量 然后 干嘛呀 是不是测一下Bob的大小 咱们以前说过哈 咱们后边有一个 专门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点 就是专门讲结构体 那三分别的 你暂时可以认为 结构体变量的大小 是其所有成员之后呀 那Bob的大小是多少呀 四加二十 二十四 二十八 三十二 是不是啊 Bob的Name呢 是不是数字符的名字 应该是二十呀 Bob的Addr呢 因为它是个指摘嘛 四四呀 是不是啊 高学们 好 然后呢 大家可以去干嘛呀 去敲一下这个代码 注意 结构体成员的引用方法 是不是结构体变量 加点加成员名啊 好 然后呢 大家去敲一下这个程序啊 多敲一敲 多练一练 刚才咱们给大家讲了 结构体成员的引用方法 是不是结构体变量 加点加成员呀 是不是啊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结构体成员的多极引用 那什么叫成员的多极引用呢 咱们 咱们去定结构体类型的时候 有可能是有那种情况 结构体类型的成员当中 有可能也是个结构体成员 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呀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是吧 结构体的成员 比如说 它的成员当中 它不是有成员吗 其中一个成员 还是一个结构体类型的变量 有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呀 是不是啊 同学们 好 咱们看 这种这个例子 那在这个程序当中呢 大家可以多看 上面是不是定义了一个结构体类型 什么类型的呢 费体类型的 日期类型的 然后它有三个成员 是年月日吧 是不是 这是定义了一个 结构体类型 是不是啊 然后我又定义了一个什么呀 student的结构体类型 那学生呢 它有什么呀 有成员是number name sex 提供还有一个成员 大家注意一下 是不是 struck的date first day呀 要说学生的生日 这一个成员 是一个结构体类型的代量 他的生日有年月日 明白没有 是不是 同学们 那 再去引用生日的时候 跟他的生日的年月日复制的时候 该怎么引用呀 是不是啊 该怎么引用啊 看一下这个例子 那 struck的stu李雷 我定义李雷的时候 是不是给他付出值 number name sex 是不是只付了前三个呀 那个burst day没有付出值 burst day后来我再去付出值 怎么付呀 你看 是不是给李雷的 生日的年 是不是付出值呀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说结构体类型当中 有一个成员是结构体类型 那在引用的时候 是不是用点多集引用呀 李雷的 生日的这个成员的年 然后等于多少 是不是同学们 然后结构体成员多集引用 明白吧 然后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 你便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是不是啊 注意李雷虽然是个结构体变量 那李雷的burst day是不是 也是个结构体变量 但李雷的生日的年是个整形的 是不是同学们 整个表达式是一个整形的电量 所以说打印的时候 Nable name sex 用百分二D百分二S 和百分二C去打 然后打那一个生日的年月日的时候 是不是用百分二D打呀 然后打印的时候 你看是不是一个一个打 李雷的生日的year 李雷的birthday的moth 李雷的birthday的day 是不是一个一个去打呀 每一个成员是不是都是多机引用 明白 那这个呢 你一会再去敲吧 然后还有一个知识点 结构体变量 我把这个知识点讲完了之后 你将这个结构体成员 多机引用的这个例子 和最后这个例子一起敲一下 那第三个 相同类型的结构体变量 是可以相互复制的 就像咱们的整形的 number一样 你两个整形的变量 是不是可以相互复制啊 那注意必须有一个前提 必须是相同类型的结构体变量 才能相互复制 因为它们的成员才能一一对应嘛 是不是同学们 你类型不一样 它的成员是不是不能一一对应啊 规定哈 两个结构体要是相互复制的话 它俩的类型必须得什么呀 相同 大家可以多看 在这个程序当中 然后呢 它定了一个结构体类型 就不讲了啊 定了一个Bob 是不是给Bob复了复制啊 复制化一下 按成员顺序复制化 number name和sex 然后定义李雷的时候 有没有复复制啊 是不是没有复复制啊 局部变量不复复制 他的值是随机的吧 然后呢 咱们干了个什么事啊 用Bob 是不是给李雷复了质啊 那如果说能够复制成功 编译的时候 没有警告 没有错误 说明相同类型的结构体 变量 可以相互复制吧 然后咱们再去打印李雷的 number name和sex的时候呢 如果是101Bob 单一号m的话 是不是就证明了 是复制成功呀 是不是啊 东西妈 然后说 你知道这一点就行了 相同类型的结构体变量 是可以相互复制的 是不是成员 成员是不是顺序复制啊 一一对应啊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啊 那结构体 讲到这儿 咱们结构体变量的什么呀 结构体变量的定义 咱们已经讲过了 是不是啊 然后 struck的加结构体类型名 加什么呀 结构体变量名 出了话 是不是也讲了呀 一对大括号 各成员顺序复制化 以动画分割 是不是啊 然后引用的时候 是不是结构体变量 加点加成员呀 如果说 它有一个成员是结构体的话 是不是咱们是多机引用啊 你看这是个结构体类型 它的这个成员呢 十九点的这个类型 它的成员是个结构体类型 那在引用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 多机引用 是不是啊 同学们啊 多机引用 然后最后咱们讲了 是不是结构体 相同类型的结构体 其实可以 用档号复制的 是不是啊 同学们啊 就用 Bubb给里雷复制啊 是可以的啊 那结构体变量 以及 结构体变量 成员的引用 结构体变量的出入化 然后呢 咱们就讲到这儿 下节课呢 咱们再讲结构体速度啊 看吧 那边 咱们再讲结构体速度啊 咱们再讲结构体速度啊 咱们再讲结构体速度的